Odia Jungle 杜玉明 薛月 胡脸 但是 对于抗日战场上出现的第一位英雄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这位英雄 名叫马沾山 吉林怀德县人 相比其他名将的八年抗战 这位名将的抗战生涯 从1931年的918事变后就开始了 而且跟其他名将不同的是 马沾山是土匪出身 后来敢于民族大义 投身于军队 一步步走上了黑龙江省习兵总指挥的高位 1931年918事变的爆发 彻底改变了所有东北将领的命运 但是 马沾山却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坚决抗日 事变后不久 马沾山被张学良任命为 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开始了恢弘壮烈的抗日生涯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张学良对东北的沦陷 还是非常痛心的 重用主战的马沾山 也是他不甘心的表现 当时 马沾山在省府召开会议 讨论抗日大业 但当地大佬 赵仲仁却出于自身的考虑 不想抗日 反而想投降日军 马沾山大怒 说 外匪入侵 你不抗击 何谓国人 有机会你转告日本人 他们想要黑龙江可以 必须拿他们的头来换 照众人说 中央政府可不支持抗日 你这样做可想过后果 马沾山回答说 我马沾山不光听中央的 更要听三千万东北同胞的 要是我打错了 中央怪罪下来 你们就拿我的头去请罪吧 后来 马沾山亲自到前线 对将士们宣誓 而后繁星入窝省者 势必死一战 前线各部严加防范 唐敌来攻 即开始射击 誓死抵抗 以兼敌军 而保国土为要 1931年11月4日 1300多名日军 在江桥乡中国守军发起攻击 马沾山立即下令还击 将所有武器都运到前线 痛打日军 这就是中国人第一次 大规模抵抗日军的江桥抗战 这次抗战迅速传遍全国 激起了全国人的爱国热情 马沾山也成为举世皆知的民族英雄 上海一家烟草公司 还专门生产了一种 以马沾山的名字命名的香烟 并在烟河上写着 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畅销全国 因这次抗战的巨大轰动效应 连外国的记者都来采访马沾山 问他 你们的武器弹要从哪里来 马沾山回答 东北军还有库存 记者又问 据我所知 这些库存并不多 用完了你们怎么办 马沾山回答 库存用完了 还有民间的 只要我们抗战 就一定有人支持我们 记者继续问 等民间的也用完了呢 马沾山豪爽的回答 还有一腔热血 好一个 还有一腔热血 如果张学良也懂这个道理 东北何止于如此 然而 在国民政府不准抵抗的大事下 一腔热血 又能抛洒几回 马沾山的部队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损失惨重 为此 马沾山不惜万里南下 亲自去找蒋介石 痛臣 东北若失 国将不国 才肯积极设防 萧尔党建 唤醒民众 一致对外 为民族争生存 为国家争地位 党国树有之乎 不过 蒋介石也有他的计划 当然不会因为一个马沾山 而改变大局 于是 马沾山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 投降日军 这下 蒋介石愣住了 张学良也愣住了 所有前一秒还在热情欧哥马沾山的人都愣住了 马沾山怎么会投降日军 是的 马沾山当然不会真的投降日军 就在人们还没转过弯来的时候 马沾山又回来了 带着日军的大批军火 重新组织东北抗日救国联军 自任总司令 这才 该轮到日本人 目瞪口呆了 原来 这只是马沾山的一个计 既然在国民政府格不到支援 那么我就去跟日本人见 没想到小日本儿还真实直肠子 竟然真的相信了 几年后 七七事变爆发 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马沾山得知这个消息后 激动的痛哭流涕 抗战胜利后 因马沾山在东北巨大的威望 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副司令长官 但马沾山对蒋介石的行径非常痛恨 就以治病为名 去了北平 1948年底 解放军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 解放北京指日可待 但毛主席出于保护北平考虑 不想大动兵戈 就请马沾山出面 劝告傅作义弃案投名 正是在马沾山的力劝下 傅作义最终做出了起义的决定 让这座千年古都得以保全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邀请马沾山在中央政府出任调职 但当时的马沾山已经身患白症 婉言拒绝了 临终前 马沾山留下遗嘱 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 全国人民获得解放 其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 人人安居乐业 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 已建设起来 我虽与市场离 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 我主儿等 勿须遵照我的遗嘱 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 诚心诚意趣味新中国的建设 努力奋斗到底 实事求是做事为人 不可烧谢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L MASHAOHUAL